鮮汽頭 二嵩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 希望力看鞋腿 我的鞋腿 好沒錯 今天的開場呢 沒有鞋腿解 也沒有C樓弟弟 那大家應該知道 我現在幹麻了吧 沒錯 又來到二診系列 耶 沒錯 這怎麼意思二診阿 沒錯 因為最近呢 我收到了一台 很厲害的一個 空氣清淨機 沒錯 最近呢 首要的這台來自韓國寇位的 空氣清淨機 沒錯 就這麼突然的 業配起來 它是 Green HEPA 濾網殼 99.97%過濾小至 PM0.3懸浮為例的 空氣清淨機 然後它也能降低寵物異味 跟細菌滋生 也能夠醫治流感病毒和腸病毒喔 沒錯 那開場我們就介紹一下這個 超厲害的空氣清淨機 不會太突然 好 沒錯 那大家開場看到空氣清淨機 就知道我要拍什麼了吧 沒錯 今天呢 我要拍 用假大便來湊醒雞腿姐 就是這個巧克力了 那大家如果看過以前 雞腿姐整過我呢 不知道他曾經用這個 做過假大便整我 我真的被嚇慘 那一次 所以呢 我用一樣的 巧克力圍巾雞腿姐 那現在Sheddy跟雞腿姐 他們其實現在在睡午養 待會呢 我就會用 假的狗大便去下雞腿姐 但是 沒有味道啊 所以呢 這是特地準備了 沒錯 大家有聽過榴槤月餅嗎 不來自泰國的榴槤月餅 那這個呢 非常醜 而且呢 雞腿姐很討厭榴槤的味道 所以呢 我特地拿到了這個 榴槤月餅 用來臭爆雞腿姐 現在讓他從睡夢中 整個被湊醒 所以呢 待會呢 我就是會潛入雞腿姐的房間 然後 先假裝用狗大便 騙雞腿姐的元席地大便在床上 然後呢 其實是 榴槤的味道 讓他湊醒這樣 有沒有 一個雙重惡整的感覺 好 那在惡整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請給他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然後呢 接著我們的IG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做 假的狗大便吧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榴槤月餅 Let's go 好 各位 那我們先馬上來做 假的狗大便吧 為了蒸雞腿姐 還是要玩一下食物 好 不能玩食物 各位 等一下在裡面啦 那就 壓一壓 然後變大便的形狀 狗大便天才 也就是我 而且很像 14塊肚子大便 有這樣像嗎 變超像 我只是隨便捏一下就很像耶 那個超像的狗大便 他這個一醒來看到 一定有一點是大便 因為通常起床的時候呢 會有點頭腦不太清楚 好 沒想到他本來就不清楚 他大概可能就用那個 榴槤月餅來臭型雞腿姐 那這個真的很臭 超臭各位 沒有人跟人家開玩笑 看來是榴槤味 各位你們聞聞看 你們聞到嗎 有臭對不對 超臭的 欸 有人吃過榴槤月餅嗎 這樣看起來 就是蠻像月餅的啦 看得出來嗎 欸 這個我真的不用剖開給大家看 這個真的是榴槤味超臭 我就直接拿給他鼻子聞啊 他一定馬上 直接嚇醒 超臭的 然後我就不信 等一下記得也會不會嚇死 我就馬上潛入他的房間 來嚇醒他們吧 GO 好丁 2 2 3 3 2 4 Nope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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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警 什麼啊 沒事我錄過 沒事 怎麼說沒發現 欸 這是大便嗎 這袖子大的嗎 太大了吧 太臭了吧 你們有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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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啊!不然是什麼? 大便吧! 很大的 你這邊那個就弟弟囉! 你剛剛怎麼在睡覺嗎? 剛剛我都很臭啊! 我剛剛在外面有大便,我才進來看一下 結果超大一條欸! 一顆一顆的是什麼? 讓我帶了 我把它拿出去啊! 那我房間有沾到嗎? 我床有沾到嗎? 那我一點點欸! 沒差啊! 反正你都睡有大便的 你大便嗎? 我看到屁股 欸!沾到了欸! 靠北大便! 怎樣啊!白癡的喔! 我剛剛收起來好了 它好噁喔! 它秀咧! 秀感覺大家第二條了吧! 好像臭味給我弄乾淨喔! 好啦!那 不能就拿出那個來清淨好了! 就拿出空味的空氣清淨機吧! 你看吧! 那麼臭! 我現在都紅燈了! 你自己現在看! 欸!真的欸! 你給我弄乾淨喔! 就你整個傻眼你知道嗎? 那這個空氣清淨機啊! 第一個它有出色的空氣淨化 效能! 第二個呢就是空氣品質監測燈! 第三個濾網更換指示燈! 第四個呢還有定時器! 那它的空氣淨化過程啊! 第一個呢就是超密度前置濾網! 它能移除相對較大的灰塵和黴菌 人類還有寵物毛髮等! 第二個呢是活性碳除臭濾網! 除臭濾網能格外有效的去除異味和有害物體 保持場所氣味持久清新! 第三個呢就是GreenHepa的雙效濾網! 它可有效致使AB型流感病毒分解 並失去活性達99.99%! 可減少空氣細菌微菌泡子及傳播病毒的顆粒! 抑制常病毒71型達51.34%! 那像畫面上呢空氣品質監測是顯示藍色 所以代表呢榴蓮和狗雜片味道都被清潔掉囉! 嗚呼呼! 那那沒錯! 那剛剛那個空氣品質的蠻厲害! 因為剛剛呢房間就是 就是狗狗味! 然後結果呢連榴蓮味都沒了耶! 有啦!還好你有把我房間用乾淨幫我真的很生氣! 對!是榴蓮味喔! 這什麼味? 這個啊!榴蓮啊! 這是榴蓮月餅! 超臭!超臭! 遠一點遠一點!超臭! 真的超臭!我給你聞喔! 不不不不!我超臭!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榴蓮的味道欸! 所以這是什麼榴蓮月餅喔? 啊!你有打開來嗎? 我還沒打開來啊! 哇!